昨天是賴副總統生日 我們也熱烈掌聲 祝賴副總統 高票當選總統 酒味露面還是很會炒氣氛 前席軍事長蘇貞昌出新書 護國四年首發場新北簽書會 邀請賴清德出席 蘇貞昌一上台就高喊 賴清德動算國會過半 賴清德用棒球大讚蘇貞昌有魄力 引發現場哄堂大笑 除了黨內跨派系立委議員等 還有蘇貞昌女兒蘇巧慧 以及蘇巧妮蘇巧淳都來了 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 何碩董事長童子賢也出席力挺 到是日前一名中山大學女學生 問賴清德民進黨貪污 必案多賴清德反問哪一個事件 事後大學生在網路上遭到攻擊 賴清德藉此說明 蘇貞昌十月行程以新書為主 十一月起也將大力輔選 全台跑透透 三天新聞 黃燕姐 由北京北財馬道